嘿,你好,我是红梅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个中国大陆的感人故事 二十一年前,父亲病逝 母亲哭干眼泪 承担起抚养一双儿女的重担 没有在家 由于没有文化 她只能当清洁工 捡废品卖钱 艰难度日 二十一年后 儿女长大成人 女儿马儿穿上男装 带着母亲 在实验拍下一组迟到近三十年的婚纱照 那一天 坚强大半辈子的母亲 哭红了双眼 女儿说 每个女人都向往穿上漂亮的婚纱 但我妈一辈子都在操劳 一直没有机会穿 我就想给她补一套 不久前 想到妈妈年纪大了 而且 连一张婚纱照都没有 于是我决定和六十三岁的妈妈拍一组婚纱照 让妈妈看到最美的自己 也完成自己一个心愿 这是我妈妈平生第一次化妆 当时还非常紧张 我给她递花的时候 她激动地哭了 这么多年 妈妈 真的过得挺难的 如今 妈妈除了从事经济工工作外 还在一家工厂兼职做饭 我们劝都劝不动 她还是要坚持继续做 操劳了几十年 闲不住了 对妈妈来说 能争一点是一点 哪怕是很小的麻烦 都不愿多给子女增加 她生你养你 操劳几十年 将一生中最美的光阴 都奉献给你 如今老了 却不愿给你增加一点麻烦 处处小心翼翼 她可能 不是最漂亮的 但绝对是 最美的那个 因为 她的名字 叫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